丈母娘所要高价彩礼 逼我和父母断绝关系 我不同意 小舅子对我大打出手后赶我出门 离开时候 一个陌生男人挽着女友的手 高高在上 你女人很热 我要报复 我要狠狠承接这一家人 我要让他们遭到报应 一切故事 从我假装彩票中奖一千万开始 我叫张小伟 今年二十三 半个月前去女友家里提亲 她的父母提出一个让我无法接受的要求 想娶我女儿可以 和老家父母断绝关系 老死不相往来 做一个倒插门 这种要求我怎么能同意 毫不犹豫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之后 我被小舅子痛打一顿 扫地出门 当我像一条狗一样狼狈离开的时候 一个男人挽着女友的手出现在我的面前 轻挑不屑地对我说 你的女友很热 我很愤怒 我要报复他们 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 那还要从我的出生开始说起 我出生在太行山深处的山沟里 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从小到大 我都是父母的骄傲 我清晰地记得 离开家里去上大学那天 三个姐姐和年迈的父母送我到村口 父亲从破棉袄里面 掏出那皱巴巴的一打零钱时候的模样 那是我一学期的生活费 是父亲减了一整年破烂赚来的钱 我要好好读书 我要出人头地 我要好好地孝敬他们 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带着全家人的希望 我来到了江城 这个国家最繁华的城市 我所有的骄傲 在这里被击成粉碎 我没去过肯德基和麦当劳 我不知道星巴克是什么东西 我认不出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区别 不会玩电脑 不会打球 在学校 我就像个异类和周围格格不入 最艰难时候 我同时打三份工 我努力赚取生活费 努力学习能学习的一切 努力融入这个社会 他们出生就拥有的东西 我需要努力好久好久才能得到 我付出别人百倍的努力 只是想要在这座城市 争取到属于自己的立坠之地 经过六年的打拼 我做到了 我顺利毕业 我找到了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我也谈了一个女朋友 马上要结婚了 我梦寐以求的一切 即将到来的时候 老天爷给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他把我辛苦得到的一切 都又拿走了 伤我最深的 是我的女友柳如烟 柳如烟是我大学同学 毕业后找了个会计工作 月入六千 父母是普通退休职工 小舅子无业游民 游手好闲 他们的条件在江城 很普通 可是 仅仅是因为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有一套七十多坪的老破小房子 所以他们一家人 对我总是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不论是柳如烟的父母 还是弟弟 打心眼里都看不起我 甚至 包括柳如烟也一样看不起我 他们一直认为 我能找到柳如烟这样的女朋友 算是高攀 这样的优越感 在我和柳如烟谈婚论嫁时候 使得双方的矛盾 彻底白热化 我清楚地记得 那一天的所有细节 我遭受到了这辈子 最为惨痛的羞辱 当然 这一切 我都成功地报复回去 此时的我 正坐在电脑前 悠闲地抽着烟 心情平静 柳如烟和他的家人们 此时大概距离家破人亡 只剩下一步之遥 他们这辈子都晚了 他们唯一的老破小 即将拍卖 一家人将会流落街头 狗都不如 所以说 别让小镇做提家 因为这种人狠起来 真的很可怕 我和柳如烟大学就认识了 为了追到他 我当了两年的田狗 他半夜两点饿了 我跑遍江城大街小巷 给他买来他想吃的烤冷面 下雨了 被困在咖啡馆了 他不打车 非要高烧四十度的 我亲自给他送散 当赶到咖啡馆的时候 他人早就走了 他想要一个价值 两千块的口红 我节衣缩时 一个月还差五百 最后不得体 悄悄卖血 才凑够口红钱 当我买下送给他的时候 他只是用了一次 就因为对颜色不太满意 随手丢进了垃圾桶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可是我爱他 我愿意包容他 所有的坏毛病 这也是这段感情 能走到谈婚论嫁的原因 半个月前 我终于下定决心 想要上门求亲 当我说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柳如烟眼神古怪地 看了我一眼 然后答应了 我不知道 那不是幸福的开端 而是噩梦的开始 从那一天 我才知道 我以前的付出 是多么的可笑 我爸抽烟只抽软中滑 喝酒只喝五粮液 烟酒你要买够 我妈妈喜欢黄金 恩 你买个金手镯吧 也不用太重 差不多就好 我弟弟和妹妹龙凤胎 他们不用送啥礼物 可是初次见面 包个红包还是必要的 一个人五千就行 柳如烟在电话里面 云淡风轻地数落着 我连连点头 认真地记着 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共花了两万多 我心都在低血 两万多 老家重地的爹娘 在地里辛苦多少年 才能赚够两万啊 可是 为了柳如烟 我心甘情愿 那天上午 我拿着大包小包的礼物 打车来到了柳如烟的小区 敲响了他家的房门 开门的是柳如烟 他对我很是冷淡 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点点头 进来吧 我把大包小包的礼品 放在他家 微笑着开始和他的家人 打招呼 他妈妈在厨房忙碌 他爸爸在里盆栽浇水 他的弟弟妹妹 两个吊耳郎当玩手机 一家人竟然没一个人搭理我 当时我的心里 就咯噔一下 你坐吧 中午在家里吃饭 柳如烟随手丢给我 一个塑料板凳 我局促地搓搓手 不安地坐了下来 很快 妈妈忙碌结束 在我对面沙发上坐下 居高临下 你就是那个谁 叫什么来着 柳如烟的妈妈问道 阿姨好 我叫张小伟 嗯 张小伟 听如烟说 你是搞金融的 一个月多少钱啊 一个月一万多 因为我刚进入公司 事业才刚刚起步 老家哪里的 听说是西北农村 是的 父母都还在不在 柳如烟的妈妈 有些不耐烦 我父母身体都挺好的 我说完这话 很明显瞧见柳如烟妈妈 皱起了眉头 父母都在 那可不好呀 小伟是吧 我有啥说啥了哈 我们是不愿意 如烟远嫁的 阿姨放心 我和如烟都在江城工作 结婚后 也是会留在江城的 说实话 我是看不上你的 如烟和你处对象 我一直是反对的 柳如烟妈妈说道 主要你一个外地人 家里又是偏远农村 太麻烦了 阿姨 我这些年也攒了一点钱 明年我就能凑够首付 在江城买房 以后也是在江城发展的 您尽管放心 那老家的父母呢 老了动不了呢 我家如烟可不会伺候人 我这个人心直口快 丑话都说在前头 就不拐弯抹角了 我把我的条件 给你说一说下哈 阿姨您说 一年内必须买房 房产证的名字 写我女儿一个人的名字 可以的 彩礼十八万八 一分不能少 别让街坊邻居 小瞧了我们 十八万八 听到这数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这些年辛苦打拼 手里确实积攒了一点钱 可是 如果买房的话 这十八万彩礼 是拿不出来的 阿姨 我刚刚起步 如果买房的话 彩礼可能不大够 所以 您能不能 哎呀你这孩子 你以为这是菜市场买菜吗 十八万彩礼 一分不能少 你拿不出来 舔着脸结什么婚 气氛顿时冷场 家里像是冰窟一般 我感觉有点冷 彻骨的冷 柳如烟的弟弟妹妹 冷眼旁观 柳如烟面无表情 看都没看我一眼 我一个人坐在塑料凳子上 反复盘算 把能借钱的人 都盘算一遍后 叹息一声 好的阿姨 十八万就十八万 我没问题的 好 还有最后一个条件 要想娶我女儿 必须和你老家的父母 断绝关系 柳如烟倩的妈妈 说出这话的时候 我猛地愣了一下 脑袋嗡嗡的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个要求太离谱了吧 长这么大 我还没听过 这种离谱的要求 这是人脑子 能想出来的吗 阿姨 我没听懂 您刚才说的啥 我试探着问道 我说 要想娶我女儿 必须要和老家的亲人 断绝关系 包括你的父母 柳如烟倩的妈妈说道 我见到农村人就闹心 如烟也不喜欢 那些不讲卫生的人 结婚后 和他们断绝来往 不许让他们来江城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丁 父母辛辛苦苦把我养大 好容易儿子有出息了 在大城市扎根了 我还没来得及 好好孝敬他们的养育之恩呢 你们居然让我 和父母断绝关系 这怎么可能 做梦 只要能把柳如烟取到手 所有的委屈 我都能承受 唯一这个要求 是我无法接受的 因为娶城里的媳妇 就把寒心如苦 养活大自己的农村爹娘抛弃 这怎么可能 如果真的这么做了 我这辈子都要被人戳几两股 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而且我自己也过不去 自己心里这一关 柳如烟的妈妈也真是的 为什么提这么一个 过分的要求 他们真的是嫌弃 我的父母吗 还是打心眼里 就不赞成这门婚事 我心里此事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可是登门求婚 我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强压下心里的愤怒 我脸上绽放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 用最真诚的目光 迎着柳如烟妈妈看了过去 真心换真心 我觉得这是做人的奇马礼貌 阿姨 我现在刚刚起步 可能物质上无法给如烟太多 可是您尽管放心 我会加油努力的 别人该有的 我们一定也会有 您提出的所有条件 我都能答应 只是和父母断绝关系这一点 能不能商量一下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眼神近乎祈求 不 不是祈求 而是哀求 我在求着他撤掉一个 根本不合理的要求 此时此刻的我是那么的卑微 就像是一只蝼蚁 柳如烟的妈妈 毫不犹豫就拒绝了我的要求 不行 这件事 没得商量 我不喜欢和你老家那些愚昧的人 打交道 瞧见脏兮兮的农村人 我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会不舒服 要想娶我女儿 必须和你老家的亲人 彻底断绝关系 这件事 我做不到 我也很干脆地表达出了自己的立场 说完这话 我求助一样的 朝着柳如烟瞧了过去 想着要他帮忙说几句好话 毕竟 两个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风风雨雨 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柳如烟的妈妈提出这么一个过分要求 柳如烟有必要站出来帮我说话 可惜 让我失望了 柳如烟冷冷地瞧了我一眼 抿着嘴 没有说话 她的目光带着一丝冷漠 仿佛和她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小伟啊 眼前你有两条路 第一 和父母断绝关系 我答应把女儿嫁给你 你放心 以后结婚 我就是你的家人 孩子我来带 以后生活工作上遇到什么难题 我们也能帮你解决 第二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 咱们双方也别浪费时间了 我会让我女儿和你马上分手 双方都别耽误彼此的时间 我听着这话 左右为难 柳如烟欠此事也没有耐心了 皱眉 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张小伟 你赶紧做出决定 怎么跟个娘们一样磨磨叽叽 柳如烟说出这话的时候 我的心里 顿时凉了半截 瞧着柳如烟那张脸 我突然感觉眼前的女人好陌生 就仿佛从来没认识过 这就是我想要共度余生的女人吗 我的心里 第一次产生了一丝的迷惘 如烟 你也是这样想的 我问到 和我父母断绝关系 否则就分手 我妈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柳如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可是 我 我如果这么做了 我还算什么男人 我尝试着最后的努力 如烟 如果我真的答应你的要求 和我父母断绝关系 那我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冷血之人了 你真的放心把自己的后半辈子 托付给这么一个冷血自私的人吗 别给自己加那么多的血 行就行 步行就滚 柳如烟的妈妈耐心耗尽 含着脸呵斥道 我整个人都傻眼了 看着柳如烟嫌弃的转过头 我此时只觉浑身冰冷 额头冒着冷汗 脑袋晕乎乎的 天旋地转 当了好几年的舔狗 和柳如烟多年感情 我本来以为今天登门求亲 只是走走过场 我根本没有想到 会遇见这样的情况 张小伟 我们分手吧 柳如烟冷冷说道 既然你不愿意为我做出牺牲 我们继续谈下去 也没什么意义了 分手吧 很简单的三个字 像是晴天霹雳 在我的心里乍响 柳如烟 我欲言幼稚 不知道怎样做最后的挽留 喂 耳朵聋了吗 我姐要和你分手 赶紧滚吧 柳如烟的弟弟 猛地起身 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见识了这样的晴天霹雳 我整个人都是猛逼的 听到这话 愣愣起身 就想要离开 一斜眼 瞧见我带来的礼物 两条软中滑 一箱五粮液 两个大红包 这些东西 看来也是用不上了 现在拿走 退货 应该还来得及 我起身身体僵硬地离开 弯腰 正准备拿起礼物离开 身后柳如烟签的妈妈 尖锐的声音再次响起来 呵呵 果然是小地方来的穷鬼 一点格局都没有 登门的礼物 居然还有脸带走 真的是欺负人 就是 跟要饭的似的 送出去的礼物 还有往回拿的 要不要脸了还 我愣了一下 根本想不明白 柳如烟妈妈的逻辑 我上门求亲 你们不答应让我滚 我拿着我的东西滚 难道这也不对吗 张小伟 我爸妈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你赶紧给我滚 柳如烟尖尖锐嘶吼 好 我拿了东西就滚 我答应道 你把我家当什么地方了 送到家的东西 居然拿走 这不是打我们的脸吗 柳如烟的弟弟怒吼道 他的怒火 毫无理由 可是看起来 就像是受到了莫大的羞辱 张小伟 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 送到家的礼物 再拿走 会被街坊邻居笑话的 你人可以走 东西必须留下 人可以走 东西留下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把我当傻子呢 这些东西 一万多呢 我沉默不语 弯腰就准备 拿地上放着的红包烟酒 谁承想 刚弯下腰 柳如烟的弟弟 猛地跳起来 狠狠一脚踹在楼上 我的后腰 冷不丁被偷袭 我整个人被直接踹出房门 顺着楼梯 咚咚咚就滚落下去 疼 浑身疼 脸上黏糊糊的 我伸手一摸 满手都是鲜血 真的是太可恨了 这一家人 真的是太可恨了 好在我头上只是擦破一点皮 碍压着 鲜血慢慢就止住了 你们干嘛 我很愤怒 站在楼道里大声地呵斥道 滚 赶紧滚 以后再也别和我女儿见面了 柳如烟的妈妈恶狠狠地说道 我没有理会她妈妈恶毒的话语 我此时最关心的就是柳如烟的态度 柳如烟 你出来说个话 多年感情 我不相信柳如烟会这么的绝情 我不相信 仅仅因为拒绝了柳如烟妈妈 如此荒诞无理的要求 柳如烟就会和我分手 在我的想象中 柳如烟不是这样的人 她 在我印象中是个通情达理的姑娘 要不然我们也不会相处这么久 只要她解释一下 我想 我还是会原谅她母亲 和弟弟无理举动 和他们一家好好相处的 柳如烟听到我的声音 走出家门 和妈妈弟弟站在一起 眼神冷漠 张小伟 你赶紧走吧 以后也别和我联系了 柳如烟言语冷漠 绝情无比 我整个人都傻眼了 呆呆地瞧着柳如烟 瞧着对方绝情的脸 根本不敢相信 这是我深爱了多年的女友 以后别再联系 柳如烟 你这是要和我分手吗 我还抱着一丝希望 你聋了吗 我姐啥意思 这不明摆着吗 小子 实话告诉你吧 你这种村里来的土鳖 根本就配不上我的姐姐 赶紧给我滚 以后再敢纠缠我姐 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柳如烟弟弟 嚣张无比 就是 闺女和这个香巴佬分手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到处都是 你放心 你张阿姨介绍的那的小缝 我就觉得挺好 柳如烟点头 张小伟 你走吧 她让我走 毫不犹豫 柳如烟要和我分手 看着柳如烟决绝的表情 我什么都明白了 柳如烟的母亲弟弟 对我态度是非常恶劣的 可是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柳如烟对我没感情 为什么呢 以前我们两个一起 也是有很多甜蜜时刻的 难道过去的一切 都是假的吗 既然你不喜欢我 为什么还要做我女朋友 你不喜欢我 为什么接受我礼物的时候 那么的心安理得 狠狠摔一跤 我脑袋晕乎乎的 很累 我外念俱灰 也懒得和他们多说什么 捂着头 就准备离开 分手就分手吧 反正几天 也看清这一家人 什么嘴脸了 就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个年轻人 拎着一袋水果 湿湿然地朝我走来 瞧见对方 我下意识地让开通道 对方瞧见我 不懈地冷笑一声 抬头朝着前面的柳如烟 打招呼 如烟 我来了 男人微笑说道 我给你买了 最喜欢吃的砂糖菊 哎哟 小冯来了 哎呀你看你来就来吧 你拿什么礼物吗 柳如烟的妈妈热情洋溢 赶紧来 今天就在家里吃饭 我给你们做我最拿手的红烧鱼 姐夫 你来了 柳如烟的弟弟笑嘻嘻地和这个陌生男人打声招呼 很是自然地接过了对方手里的水果 走 姐夫 金儿个 我陪你喝几杯 姐 姐夫 我整个人都傻眼了 如果她是姐夫 那我算什么 被称作小冯的男人笑着点头 指了指我 那个人是谁 他呀 是我的大学同学 普通朋友 柳如烟慌忙解释 对 这小子自作多情 像得牛皮糖一样甩不掉 死缠烂打 姐夫你放心 我会帮你打发掉他的 听着对话 我心里浮现出一丝的恍然 怪不得柳如烟最近对我变得很冷淡 怪不得她的母亲和弟弟 对我态度这么差劲 怪不得他们提出 要我和父母断绝关系这样脑瘫的要求 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柳如烟在外头有人了 一个比我条件更好的人 因为这个小缝的存在 所以柳如烟毫不犹豫的 像是丢掉一堆垃圾一样 直接把我甩了 妈的 砰 柳如烟一家 簇拥着小缝进家门 房门紧接着就狠狠关上 把我关在了外面 整个世界一分为二 屋子里一家团圆 屋外 我像个傻子似的站在那 我呆呆地瞧着紧闭着的房门 脑海中浮现的是柳如烟妈妈 和弟弟那恶毒的话语 以及柳如烟那贤气又冰冷的眼 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什么山盟海誓 什么地久天长 都是假的 我就是一个备胎 柳如烟 也许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在他眼中 我不过是一个随叫随到 照之即来 挥之即去的舔狗罢了 以前没有合适的对象 他就吊桌我 敷衍着我 眼下有了合适的 像是抛弃一袋子垃圾一样 直接将我狠狠地抛弃 气之如碧履 不带一点犹豫的 林抛弃我的时候 他还要我买了一大堆的东西 榨干我身上最后一丝油水 我就是个笑话 天大的笑话 失魂落魄地走出柳如烟前的小区 走在大街上 抬眼 头顶阳光刺眼 在这一刹那 我突然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整个人晕乎乎的 差点倒下 疲惫的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坐下 回想着这些年对柳如烟毫无保留的付出 回想着今天他们一家 对我的恶劣态度 再想想在家里辛苦可怜 对我寄予厚望的父母 我背从心来 再也没能忍住 眼泪滴答滴答 顺着眼眶就滴落下来 从小到大 我就是父母最大的骄傲 父母走到哪里 都会眉飞色舞地夸奖自己的儿子 考上一个好大学 找到一个好工作 在大城市扎根 要是让老人家知道 他们的儿子 在江城这个冰冷的城市 狼狈如丧家犬 他们一定会伤心的 妈的 我忍不住低声说了一句脏话 柳如烟他们 之所以抛弃我 之所以选择那个狗屁小峰 还不是因为他比我有钱 钱钱钱 全都是钱在作怪 我如果有钱的话 他们一定会改变对我的态度的 可是 我一个大山里面走出来的穷学生 能在江城找到工作 能养活自己 就很辛苦了 一夜报复的神话 终究与我无缘 借到旁边 是一家彩票店 此时老板正兴奋无比地扯横幅 很快 横幅扯好 老板还拿出一挂鞭炮点燃 噼里啪啦的声响里 烟雾鸟鸟中 我抬眼瞧见横幅上的大字 恭喜本站出双色球 一等奖一注 奖金一千三百万 瞧着横幅 我非常羡慕 忍不住就想 如果中大奖的那个人 是我的话 那该有多好 如果我中奖一千三百万的话 柳如烟的妈妈 肯定对我态度和蔼 她弟弟一定敬我如神 就连柳如烟 肯定也会像个女舔狗一样舔我 哼 要是我真的中奖一千三百万的话 我一定要狠狠地报复这一家人 我要狠狠报复这一家 闲贫爱富的势力眼 可惜 这一切 只是我的想象 在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桥段 在我平凡的人生中 注定不会出现 等等 如果真的只是想要报复的话 我的眼睛亮了 一个大胆的念头 出现在了我的心里 如果我假装自己中了大奖的话 这一家 应该会转换对我的态度吧 只要他们起了贪念 那 我就能狠狠地报复他们了 我忍不住 开始挠不起 报复他们的画面来 心情舒畅到了极点 嘴角都泛起了一丝的冷笑 光是简单地想想 都特别解气 嗯 试试看 如果能行的话 那真的就太好了 不行的话 也无所谓 不过是损失两块钱罢了 说干就干 我起身 朝着彩票店走去 老哥 咱们店 中奖了 一等奖 我问道 是的呀 昨天晚上 一个年轻人 因为戴着口罩 所以具体模样我看不清 不过和你长得特别像 老板说道 怎么 买两注 嗯 给我来一注吧 我笑着说道 说完 直接扫码两块钱 是鸡选吗 还是你有想买的号码 就按着昨天一等奖的号码 给我再打一张吧 我说道 啊 这 老板笑了 那你这两块钱 可就打水漂了 无所谓 玩玩而已 我笑着说道 好 老板也不磨叽 照着昨天一等奖的号码 给我打了一注彩票 拿在手里 仔细瞧了瞧 我拿起彩票 转身离开 回到出租屋 我开始小心翼翼地 修改彩票的日期 高中时候学的绘画技巧 派上了用场 刮除日期 稍微修改 彩票出票时间 就变成了昨天 我拿在手里 仔细端详 很肯定这张彩票 能以假乱真 除了不能对讲 嗯 准备工作做好了 是时候 开始自己的报复计划了 我冷笑着 打通了柳如烟的微信 微信想了好久 才被迟迟接通 接通后 柳如烟脸上 全都是不耐烦的神情 她瞧着我 冷冷说道 张小伟 我准备和冯峰订婚了 我们结束了 请你以后不要打扰我了 瞧着柳如烟的脸 我心里没来由的 一阵恶心 真的不知道 以前自己为什么 会爱上这么一个 尖酸刻薄的 十里野女人 强忍着愤怒 我点点头 好呀 祝福你 毕竟我的报复计划 才刚刚开始 我并没有说 让柳如烟不舒服的话 你能这样想就好 张小伟 你今天带来的烟酒 你回头拿走吧 柳如烟松了一口气 她也是害怕 我死缠烂打吗 居然答应让我 拿回去我买的烟酒 越是这个结果眼上 越是不能认怂 关键的时候到了 我的报复计划 能不能顺利进行 就看接下来了 我假装出 云淡风轻 满不在乎的表情 笑了笑 白白手 算了 大家相爱一场 好聚好散 那些烟酒 你留着吧 都是小钱 我不在乎 哎哟 张小伟 你什么时候 这么大方了 柳如烟忍不住讥讽道 我劝你别心存幻想 我们之间 不可能了 我无所谓的 我笑了笑 既然已经分手了 有件事就不瞒你了 哦 你这种人 居然还有秘密 本来想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给你们相处 换来的却是讥讽和嘲笑 算了 我不装了 我是千万富翁 我摊牌了 我用轻挑的语气说道 你 失心疯了 柳如烟显然不相信 他冷笑着 本来是想着求亲成功后 和你报告这个好消息的 没想到你们连这点耐心都没有 这样也好 一别两宽 个子灿烂 我淡淡说道 脑子坏了 就去买点药 别耽误了治疗 柳如烟冷笑道 柳如烟 你看我像是在和你开玩笑吗 实话告诉你吧 我昨晚送你回来 在你家小区前面的彩票亭 买一张彩票 中奖了 一等奖 一千三百万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柳如烟愣了一下 很快就回过神来 张小伟 没想到你居然也学会撒谎了 无所谓 你爱信不信 反正这一千三百万 和你没有关系了 我冷笑着说道 真与假 你去门口一看便知 说吧 我直接挂到了电话 反是都讲究个点到为止 我故意勾起她的好奇心 剩下的 就要靠柳如烟自己去脑补了 这个彩米女人 一定会验证我是否中奖 等她到门口彩票店 瞧见老板刚拉好的横幅 肯定会吓一跳的 恩 即便是她去打听 也无所谓 中奖的人 是戴着口罩的 身影和我很像 他们肯定会相信 那个人就是我 不信也无所谓 当我把彩票发给柳如烟 所有的破绽 都将不再是破绽 根据我对柳如烟的了解 爱财如命的他们 瞧见价值一千三百万的彩票 一定会疯狂的 一定会被冲昏头脑的 尤其是 在他们的角度看来 他们和这破天的富贵 擦肩而过 没机会得到 也还罢了 只不过感慨一下 别人好命而已 有机会得到 却没有把握住机会 他们一家人 都会彻底疯狂的 想着这些 我拿出手机 对准手里的彩票 拍了一张照片 发送给了柳如烟 我已经张握好了 鱼儿也都洒下去了 柳如烟到底上不上钩 就看接下来事情 怎么发展 以及她的内心 性格就是命运 柳如烟的命运 就在她的性格里 发送照片之后 我去洗个头 简单处理一下 额头的伤口 直接关机睡觉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五点半了 肚子里面 咕噜噜乱叫 有点饿了 去厨房煮了一碗泡面 端着泡面来到餐桌上 一边吹气 一边开机 手机开机 提示音接二连三 响个不停 手机里面 有好几个未接电话 微信上 也有很多未读消息 点开电话 有七个未接 都是柳如烟打来的 瞧着这些未接电话 我轻轻地笑了 柳如烟 这个贤贫爱富 庸俗浅薄的女人 终究是上钩了 看清楚她们的嘴脸之后 我对柳如烟 再没有任何的感情 心里只想着报复她们 正因为这样的心理转变 我开始变得冷静 以前患得患失 智商下降 全都是因为在乎 人一旦变得不在乎 就没有那么傻了 眼下 还是要继续掉 她们一家人的胃口 继续晾着她们 我就不信 爱财如命的柳如烟 会错过这么一个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什么狗屁冯公子 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中产罢了 比起从零开始 在一厢打拼的我来说 她的经济条件可能好一点 可是一千三百万的巨款 能砸死她 柳如烟如果真的相信 我有一千三百万的话 该怎么选择 我想这个女人 一定会分得很清楚才对 她肯定会想方设法挽回这段感情 想办法求得我的原谅 然后想办法把我手里 这一千三百万弄到手 我现在唯一好奇的是 柳如烟这种女人 在做出那么伤人的事情 在说出那么决绝的话之后 究竟要怎样挽回我 放下手机 懒洋洋地打个哈欠 我开始安心地享用自己的泡面 还没有吃两口 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是柳如烟打来的 她已经迫不及待了 就像是闻到了肉味的狗 我没有拿起手机接电话 只是沉默地吃面 对方越是着急 我越是安逸 我对他们一家的抱负 从此时此刻就要开始 眼下 他们一家人 在得知我中了一千三百万之后 一定肠子都毁清了吧 一家人肯定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急得团团转 再绞尽脑汁地想办法 想办法挽回我 恩 甚至 很有可能柳如烟和他的妈妈 此时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 也说不准 让他们一家人狗咬狗 想想就有趣 电话一直在响 全都是柳如烟打来的 我默默地看着 沉默地等待着 一桶面吃完 柳如烟给我打了九个电话 等我吃饱喝足 收拾好 赌赌赌 有人敲门 看看表 我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真是个贪财的女人 柳如烟家距离我家 就十分钟的路程 刚才打电话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在路上了 呵呵 这个女人 这么快就来到我家 看起来 她很着急吗 谁呀 我故意问道 亲爱的是我 我是如烟 柳如烟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我冷笑一声 语气漠然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已经分手了 小伟 如果我说今天发生的一切 都是对你的考验 你相信吗 柳如烟在外面 语气楚楚可怜 考验 我又不是傻子 再说 我就算是傻子 也都看出来了 小伟 你开门好不好 你给我一个机会 听我解释 柳如烟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道 我心里冷笑 多深厚的感情都不如一笔巨款 从我被你们扫地出门的时候开始 我和你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你走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哎呀 小伟 你真的生我气了 我错了 我向你道歉好不好 柳如烟语气温柔 低三下四 这是之前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听过的语气 火候差不多了 是时候展开下一段的计划了 我来到门前 打开了房门 门外的柳如烟 瞧见我开门 一脸开心 进门就抱住了我 喜极而泣 赵倩的身体很软 身上的香味很好闻 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和她亲密接触 楚对象这么多年 当舔狗这么长时间 赵倩最多让我牵牵手 抱一抱的机会都很少 更不用说情侣之前别的事情了 陡然感受着赵倩柔软的身体 我的心也是轻轻一挡 心里因你的感觉没有持续多久 当我想到他们一家人 今天对我的刻薄和绝情 我一颗心再次变硬 赵倩的演技很好 轻轻抽烟 眼泪滴答滴答 我见油帘 你哭什么 分手是你提的 也是你把我扫地出门的 你现在来找我 几个意思 小伟 今天所有的一切 都是对你的考验 你知道吗 这些年 只有你通过了我的考验 你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就是我以后要共度余生的人 考验 这个借口还真的清新脱俗啊 编 你继续编 我倒要看看 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样 以前是因为爱 所以我能无条件忍受柳如烟所有的坏毛病 当这一层滤镜消失之后 柳如烟所有的小心思 在我心里都无所遁形 而他整个人也庸俗了不少 爱情果然害人害己 他现在说的话 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此时我也纳闷 自己怎么就傻乎乎的相信 他迁就他这么长时间的 以至于连这个女人脚踏两只船 把我当备胎这件事情都没有意识到 以前的自己 真的是太傻了 我想着心事的时候 柳如烟楚楚可怜的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小伟 你知道的 我父母对我的终身大事一直很上心 他们一直担心自己的女儿所托非人 所以 你上门提亲 肯定是会给你设定考验的 恩 我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很是配合她的表演 就拿今天这件事情来说吧 柳如烟说道 让你上门拿东西 是要看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慷慨大方 是不是舍得为女朋友花钱 恩 我继续点头 你的表现很好 其实你不知道 在你拿着礼物 登门拜访的一瞬间 我妈妈就看上了你 你走后 我妈妈对我下了命令 让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你追回来 哦 还有这是 我冷笑着问道 是的呀 包括十八万的彩礼 买房子的要求 其实都是对你的考验 这是要考验你是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考验出什么来了吗 我继续问道 当然 在责任心这一点 你也是满分 不光是我的妈妈 我弟弟对你也是赞不绝口呢 柳如烟一边说一边观察着我的表情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 我沉默着 你弟弟踹我那一脚 阴险毒辣得很 我根本没看出来他对我赞不绝口 我只感受到他对我赞不绝脚 当然 大家都在演戏 故事还要继续 就不去拆穿了 考验过这两点之后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考验一下你是不是有孝心 这也是我妈妈最重要的目的 要知道 孝心就是人品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能舍弃的话 那么他的妻子孩子都不会用心去爱他 所以 我妈妈才提出那个过分的要求 那也是对我的考验呀 我假装恍然大悟 是的 其实我妈妈通情达理 怎么可能真的让你和老家父母断绝关系啊 这话说出去 别人还不出我们的几两骨 那其实就是看看你对待家人的态度 所以呢 结果呢 我问道 结果就是满分 我给你说 我家现在 对你可是满意的很呢 那个谁 那个小冯 什么玩意 我怎么听你弟弟喊他姐夫 哎呀 那是在考验你面临愤怒能不能保持冷静 小冯 是我一个表弟 是我妈妈请来的演员 柳如烟回答的滴水不露 他就是来凑热闹跑龙套的 呵呵 你们一家人 对我的考验 果然是细致入微 刻骨铭心啊 我冷笑道 所以 小伟 别生气了好不好 柳如烟挽住我的胳膊 小鸟依人 不住的央求 这是柳如烟第一次对我撒娇 这么多年 她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王一样 对我一指七十 根本不会把姿态放得这么低 真的是个贱女人 我一方面比一柳如烟 一方面也忍不住感慨 这年头 这种物欲横流的社会 什么人品 什么孝心 都是浮云 有钱才是王道 只要你有钱 看不清你的人会对你卑躬屈膝 只要你有钱 高冷女神也可以温柔体贴 只要你有钱 难缠的丈母娘也会变得名里懂事 钱啊 真的是太重要了 以后真的要好好赚钱了 所以 小冬 原谅我吧 我们继续 好不好 我妈妈在家给你做了晚饭 我们过去吃饭行吗 我吃过了 我淡淡说道 哎呀 你居然吃泡面 泡面这种没营养的东西 怎么能一直吃呢 你工作辛苦 吃饭可不能委屈自己 听我的 去我家吃 我回头搬过来和你住在一起 到时候我天天给你做饭吃 住我这里 你要和我同居 我一把搂住了柳如烟 富有侵略性地盯着她的眼睛 柳如烟恰到好处地展现出娇羞的模样 轻轻地闭上眼睛 一副任君彩鞋的模样 舔狗多年 连一轻方泽的机会都没有 陡然抱负 与人主动投怀送抱 钱 真的是好东西 真他妈是好东西 送上门的我自然不会拒绝 瞧着柳如烟那诱人的红唇 毫不犹豫 狠狠地吻了上去 这是这么多年第一次亲吻柳如烟 仿佛把多年的怨气都要发泄一样 我很用力 很粗暴 柳如烟欲据还迎 很是配合 整个过程 很爽 不知道过了多久 柳如烟猛地推开我 哎呀 讨厌的老公 你居然咬我 柳如烟有些娇称地说道 恩 情不自禁 我淡然说道 虽然粗暴 但是 我喜欢 有男人为耳 柳如烟瞧着我 眼波流转 喜欢的话 今晚就别走了 我笑着说道 柳如烟点头 我们都订婚了 其实迈出最后一步 也没什么 是可以的 那真的是太好了 我等这一天 很久了 所以 老公 你原谅我了 那是自然 这么好的媳妇 我心疼还来得及呢 怎么可能会生你的气 咱妈对我的考验 也是为我们好 放心 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那我帮你收拾一下 我们就走吧 柳如烟笑嘻嘻地说完 开始整理我的屋子 我冷眼旁观 柳如烟在收拾屋子的时候 一双眼睛 贼溜溜地四处打亮 我很清楚 她在寻找那一张彩票 找了一番 在屋子里面没有找到 柳如烟将视线 放到了我的外套上 老公 我给你拿衣服 柳如烟拿起我的外套 摸到了我的钱包 神情激动 悄悄拿出来 丢到地上 哎呀 你钱包掉了 柳如烟捡起钱包 迅速打开 那张彩票 就放在钱包里面 她打开钱包 自然瞧见了那一张彩票 拿在手里 眼神发亮 仔细地看啊看 来的时候 估计她已经把中奖数字 给记得滚瓜烂书 确定每一个数字都准确无误 的确中大奖的彩票后 我明显看到柳如烟的手都开始颤抖 彩票是如假包换的真正的彩票 数字也是实打实的数字 只是七数有一点小小的差别 被我动了小小的手脚 不过 这点细微的差别 只要不去彩票中心对讲 一般人真的看不出来 火候差不多了 我向前两步 很是自然地接过衣服 拿起钱包 一把夺过了那张彩票 在柳如烟 恋恋不舍的目光中 我把彩票收起来 放在了衣服兜里面 老公 那就是中奖的彩票吗 是的 我微笑点头 走吧 新女婿再次登门提进去 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我很好奇 重新登门 她的母亲和弟弟 对我的态度 究竟会有多大的转变 柳如烟带着我 重新登门 来到门前 我深呼吸 心情复杂 今天 在这里 我遭受到了这辈子最大的羞辱 那时候我发誓 所有看不起我的人 所有羞辱过我的人 有朝一日 我都要百倍偿还 那时候的我 还没有意识到 报应 会来得这么快 老天爷在几个小时之后 就给了我狠狠报复的机会 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 我要让贤凭爱抚 浅薄恶毒的柳如烟和他的家人们 付出百倍的代价 柳如烟的妈妈开门 瞧见我 脸上瞬间绽放出春光明媚的笑容 哎呀 小伟来了 快请进 快请进 柳如烟妈热情地招呼我进屋 亲爱的 我们进去吧 柳如烟轻力地挽着我的胳膊 进入了屋子 进屋之后 柳如烟的弟弟柳明 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瞧见我 神色尴尬 由于半天还是努力挤出一丝笑容 姐夫你来了 呵呵 柳如烟和他妈妈的演技如火纯青 这个弟弟 演技和老妈姐姐比起来 终究是差了一点火候 柳明你还愣着干什么 你姐夫上门 你做主位几个意思 还不赶紧站起来让你姐夫坐下 柳如烟妈妈夸张地呵斥儿子 柳明慌忙起身 让出沙发上最好的座位 招呼我坐下 姐夫 你坐这里 我这儿舒服 早上我来的时候 一家人对我挨搭不理 让我坐最简陋的塑料板凳 现在去让我坐主位 这天差地别的待遇 让我心里很多感慨 在一家人热情无比的招呼下 我半推半就地坐下 刚一坐下 柳如烟的妈妈就开始忙碌起来 她先是端来一盘水果 又拿来一盒烟 小伟来家别客气 就当自己的家 柳明还不赶紧给你姐夫沁茶 把你爸珍藏多年的普尔拿出来 刚刚坐下的柳明再次起身 屁颠屁颠跟小碎催一样 去帮忙沁茶 柳如烟坐在我的身边 小鸟依人 微笑着瞧着家里人忙碌的身影 微笑着说道 我家人还是很善良很热情的 亲爱的 希望白天的事情 不会让你有什么坏心情 不会的 都说了是考验了 我再斤斤计较 显得我这个人不识抬举了 我微笑说道 女儿是父母的心头肉 找对象 自然是要慎重一点的 可以理解 恩 可怜天下父母心 柳如烟说道 可怜天下父母心 哼 贱女人 你还知道这句话 你白天逼迫我和老家的父母 断绝关系的时候 可没听到你这么说 小舅子柳明很快断来了茶水 她尴尬地对我笑了笑 我没搭理她 只是沉默喝茶 柳如烟的妈妈 招呼我坐下之后 就开始去厨房忙碌 没多大一会 香味就弥漫整个房间 柳如烟和我聊了几句 起身去厨房帮忙 娘俩出手 效率很高 没多大一会 精致的菜肴就被端上了桌子 柳如烟妈妈的手艺很好 一个下人炒西兰花 一个青炒丝瓜 色香味俱全 剩下的是玉米炖排骨 红烧肉 清蒸鱼 辣子鸡 一桌子都是硬菜 柳如烟亲自给我端饭 准备好 柳如烟妈妈还拿出一瓶茅台 打开让我喝 柳明 你爸爸不在家 你陪你姐夫喝点 妈 老爸的茅台你都打开了 姐夫的家庭地位厉害呀 柳明微笑着说道 那是自然 他可是你姐夫 柳如烟妈笑着说道 那好吧 姐夫 沾了你的光 我今天就借花献佛 敬你一杯 祝你和我姐姐百年好喝 柳明端杯敬酒 我装作受宠若惊的模样 慌忙端起杯 和柳明碰杯 一口喝干 茅台的味道 唇厚绵柔 回味悠长 这是我第一次喝茅台 居然是在这样的场合 回味着茅台在唇齿之间残留的香味 我整个人都恍恍惚惚 感慨这个世界的荒诞和好笑 一顿饭吃得其乐融融 期间柳如烟和他的妈妈 不停给我加菜 照顾的我 那叫个无微不至 柳明不断和我碰杯喝酒 一瓶茅台 很快就被喝得一干二净 柳如烟的妈妈咬牙发狠 又拿出一瓶茅台 我和小舅子继续喝 等到酒足饭饱 第二瓶也快要喝完了 小舅子柳明此事已经喝多了 一张脸红扑扑的 眼神迷离 说话都开始大舌头起来 我的酒量很好 虽然晕乎乎的 但依旧保持着理智和冷静 只是为了报复计划的顺利实施 我也假装出一副喝多的模样 姐夫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有啥事 你尽管开口 我柳明 赴汤蹈火 说个不字 我特么是你孙贼 该说这话的是我 以后我和如烟在一起 你们就是我的家人 我会尽我所有的努力 为这个家出人出力的 我诚恳地说道 我说这话的时候 眼角余光偷偷观察柳如烟 发现柳如烟和她的妈妈悄悄对视 一脸窃喜和小得意 呵呵 谁是猎人 谁是猎物者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气氛都到这个地步了 我知道 摊牌的时间到了 我又端起一杯酒 喝掉 醉熏熏地说道 如烟 小明 妈 咱们既然是一家人了 那么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实话告诉你们吧 我彩票中奖了 一等奖 一千三百万 真的吗 这太好了 小伟你运气真好 恩 就是送如烟回家 在小区外面买的 谁知道就中奖了呢 我现在像是在梦里一样 怪不得 我今天出门买菜 瞧见那家彩票店 敲锣打鼓拉横幅 那时候我还羡慕 人家中大奖吗 呵呵 没想到中大奖的是我们小伟 柳如烟妈妈笑得合不拢嘴 既然有钱了 那么 我觉得 以前的东西都算不得数了 我和如烟以后的规划 有必要要改一改了 我搭着舌头 挥斥方球 努力扮演一个骤然报复 喝多后兴奋无比的 屌丝爆发户形象 毫无破绽 奥斯卡影帝 应该扳给我 一家人听到我的话 眼睛都亮了 一家三口正经微作 激动地搅着手指头 眼巴巴地等待着我的安排 我轻轻嗓子 郑重无比 首先 彩礼 一定不能少了 不能让如烟跟着我受委屈 十八万八 根本无法表达 我对如烟的爱意 这样吧 我也图个吉利 八十八万八吧 我的话说完 柳如烟倩和她的妈妈 都没开眼笑 开心到了极点 柳如烟娇秀地瞧了我一眼 说道 小伟 两个人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 彩礼什么的 其实没那么重要 不 叔叔阿姨养你长大 培养你这么多年 肯定是要好好报答的 八十八万的彩礼钱 不是给你的 是给阿姨这么多年 辛苦的一个交代 反正是空口白牙吹牛逼 我自然是慷慨无比 要不是怕他们不信 我都敢说八百八十八万 小伟真的懂事 我就说嘛 小伟这么好的男人 打着灯笼都难找 我家如烟能找到 小伟这样的丈夫 那是他的福气 其次 就是房子了 以前的房子 我不打算买了 太小 要买就要买个大一点的 我单单说到 明珠国际那边最近开盘 那边的别墅就挺好的 什么 你要买别墅 柳如烟签一脸意外 寒情默默 眼睛里的水 都要荡出来似的 对 我要买别墅 我打听了 那边的别墅 其实也不算是很贵 也是三五百万就能拿下 可是 小伟 这会不会太普张了 如烟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以后我们有了孩子 当然是要给孩子 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这些钱不能省的 再说了 以后妈妈和弟弟 过去住着 别墅也宽敞点 呵呵 小伟居然还想着我 柳如烟的妈妈 没开眼笑 那是自然 结婚后 你就是我亲妈 比亲妈都情 我点点头 别墅也是必须买的 彩礼和别墅 总共加起来 也不过是四五百万 我吹牛画饼有些累 短暂沉默 开始战略性喝水 一家人面面相去 都被我描绘的 美好画面给迷住了 柳如烟脸色潮红 一脸向往 柳如烟签的妈妈 整晚上都没有合上嘴 她自始至终都在笑 小舅子也被我唬得 一愣一愣的 她眨巴着眼睛 眼珠子乱转 应该是在心里盘算着 也想要想办法 从我手里搞点钱 一千三百万 减去四百万 还剩下九百万的 想象空间 我故意留下这么多 就是等着他们的骚操作 只要你们有贪念 我就有把握 让你们万劫不复 我倒要看看 接下来 你们一家 到底怎么表演 一家三口坐在这里 心里早就开始盘算起来 我知道我在这里 他们不方便说话 就故意起身 说到 附近超市在哪里 我去买包烟 小伟啊 小区出门右转 别走冤枉路 好 我起身 出门 一家人把我送到门口 微笑告别 我正常下楼 等到房门关上 再次捏手捏脚 偷偷折返 侧耳偷听 柳如烟一家人 完全陷入了狂欢之中 他们被这天降 一千万给彻底 冲昏头脑 根本没有任何的警惕 哇 太牛逼了 发达了发达了 没想到张小伟 这个傻子 居然能中奖 妈的 傻人有傻福 你小心点 别被那个傻子听到了 放心爸姐 他没有这智商 柳明笑着说道 如烟 你确定这小子 真的中奖了吗 柳如烟妈妈问道 姜还是老的辣 柳如烟妾妈妈 终究还是有经验的 放心爸妈 那张彩票我见过的 所有数字都准确无误 真真切切的一等奖 柳如烟妾说道 要不然的话 张小伟这个傻子 今天敢这么嚣张吗 八十八万的彩礼 大别墅 我很了解它的 农村老实人 不会骗我的 那就好 那就好 这下我们发达了 柳如烟妈妈说道 这可是个财神爷 以后别一直 大傻子大傻子的 叫人家了 呵呵 有钱了 也是一个大傻子 柳如烟不屑地说道 反正 先糊弄着 把彩礼钱弄到手 恩 别墅他想买就去买吧 到时候尽量让他全款 房产证上只能写如烟你一个人的名字 回头这个别墅 留给你弟弟结婚用 恩 一千多万呢 要好好想的办法 把这小子掏空才行 柳如烟的妈妈说道 为什么不细水长流呢 我瞧这个人对我姐言听计从 柳明说道 夜长梦多 钱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好 柳如烟的妈妈说道 柳如烟 咱们要琢磨一下 怎么能从她的手里扣钱花 能掏一点算一点 我的那些贷款快到期了 回头找她聊聊 看看我这个好姐夫 能不能帮帮忙 柳明说道 我最近炒股也赔不少钱 回头让张小伟 给我点钱加仓回本 柳如烟妈妈附和道 哎呀 你们想的有点多 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赶紧对讲 明天一早 我就和张小伟 一起去彩票中心对讲去 对 这是正经事 让你弟弟也去 肥水不留外人田 这傻小子 千万要看管好 别拿着钱便宜了别人 恩 我知道了妈 结婚前要想办法拴住她 必要时候 去她那边过夜 生米做成熟饭也是可以的 到时候 等我们一点点掏空她的家底 一脚把她踢开就好 恩 我瞧见张小伟就有些恶心 先敷衍着 到时候钱到手了 把她踢开 我再去找个 知道了 就是这样 千万别露出马脚 我听着他们的议论 心里最后的侥幸也烟消云散 他们终究还是为了钱 柳如烟对我 那时一丁点的感情都没有 哪怕是养条狗 时间长了都会有感情的 而我 在柳如烟的心里 狗都不如 这样也好 我报复起你们来 就没有任何的负罪感了 你们不仁 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我转身下楼 去小超市买了一包烟 再次折返回来 敲响了柳如烟家的大门 真正的交锋 就要开始了 想要一个人灭亡 先要让他疯狂 我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彻底勾起 他们一家人的欲望 让他们陷入 万劫不复的深渊 门开了 柳如烟的妈妈 瞧见我回来了 微笑着打招呼 起身收拾碗筷 柳如烟很有眼力架的 和妈妈一起收拾 母女两个进入厨房 开始忙碌 客厅里 只剩下了我和柳明 我对这个小舅子 恨到了极点 今天就是他狠狠踹了我一脚 让我从楼梯上滚落下去的 你上午才打了我 晚上就舔着脸 和我称兄道弟 想要花我的钱 你是把我当傻子了 其实你才是 那个真正的傻子 我心里嘲讽着柳明 但脸上满是温和的笑 看起来就像是个傻子似的 那个 姐夫 柳明善善地瞧着我 今天上午的事情 是我不对 我给你赔个不是 都是一家人 说这个就见外了 姐夫 其实我就是演戏 只是没有把握好力气 不小心伤着你了 后来你走了 我姐姐和我妈 狠狠地骂了我一顿 没事的 我能理解 我笑咪咪地说道 那就好 那就好 你不介意就好 小舅子柳明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我拿出手机玩手机 沉默半赏 柳明又见兮兮地 凑到了我的面前 姐夫 我姐说你彩票中了一等奖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能让我开开眼吗 我还没见过一等奖的彩票呢 柳明非常兴奋和向往 我笑了笑 掏出了那张彩票 他下意识地想要伸手拿 被我轻巧地躲开 一千多万呢 就这么瞧瞧就好 柳明睁大眼睛 死死盯着那一串数字 不断对着手机上的开奖 结果对照 准确无误 五秒后 我收起了彩票 姐夫 一千多万呢 这辈子都花不完 你真是有发财的命啊 羡慕羡慕 柳明笑着说道 还是要节省这点花的 结婚后 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我说道 那个 姐夫 我有个忙 需要你帮一下 不过 我不好意思张嘴 不好意思张嘴 你就别张呗 我心里暗暗的 但是嘴上 还是很仗义的问道 你说吧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能帮上的 我肯定会 不留余地的去帮 那就好 小舅子开心无比 是这样的 我最近闲着没事 下在一个网络上 刷钱的软件 最开始的时候 每天赢几千块 这几天点备 真的邪门了 我五万块钱 都输光了 姐夫 要是被我妈知道了 我会被打死的 你能不能帮帮我 才五万块 小事 小事 我说道 等我对讲 我给你五十万 谢谢姐夫 谢谢姐夫 柳明眉口子的 连声道谢 对了 你玩的软件是啥 我瞧瞧的 柳明慌忙打开手机 调出界面 给我看 他玩的是百家乐 很简单的一款游戏 我心里清楚 软件赌博 没有意思胜算 可是我不打算告诉他 还剩两千多 压一把 我说道 好 爱你干嘛 压什么一百 多墨迹 直接缩哈 我说道 好 柳明一把缩哈 赢了 两千变四千 第二把 又全压上 四千变八千 第三把 又赢了 八千变成一万六 柳明兴奋无比 再次缩哈 这次运气没那么好 输了 资金一把归零 妈的 掀门了 柳明懊恼无比 庄家连着赢五把了 居然还赢 我觉得下一把该出闲家了 可是我没钱了 柳明叹息道 我有 放心完 五十万之内 我帮你兜底 有了我的保证 柳明兴奋无比 那 姐夫 我就完了哈 柳明也是狠人 毒狗毒瘾发作 是很可怕的 他干净利落地开始贷款 支付宝 微信 京东 360 各种各样的贷款平台 开始狂撸贷款 几分钟的时间 就弄了二十万的资金 干 我怂恿到 到时候我对讲了 把所有贷款都帮你还了 有姐夫你的话 我就放心了 柳明兴奋地搓搓手 开始继续压住 说红眼的柳明 打法很是奔放 钱此时在她的心里 不过是一个枯燥的数字 我眼睁睁瞧着她一把接一把的书 短短五分钟时间 高利贷的二十万 再次被她竖得一干二净 当最后两千块输掉 账户资金再次清零 柳明红着眼 猛地倒在了沙发上 她双目无神 愣愣地 猛地甩手 在自己脸上 狠狠打了两个 耳瓜子 我就不该赌的 多少次说最后一次 总是忍不住 柳明说道 没事的 有我呢 我拍了拍对方肩膀 谢谢你了姐夫 柳明眼神中多了一次的光芒 你们两个聊什么呢 柳如烟的妈妈笑着出来 柳明做贼心虚 张口结舌 没 没什么 说完 求助一样地看了我一眼 我马上会议 没有把小舅子赌钱 输了二十多万的事情告诉她 我们就是简单地聊天 那个 姐夫 妈 你们聊 我还有事 柳明做贼心虚 不敢面对自己的母亲 随便找了的借口 仓皇出门 我们刚才聊的是股票投资的事情 小明对投资还挺在行呢 我单单说道 这话说出口 柳如烟的妈妈 眼睛顿时一亮 她是炒股的 最近股票赔钱很惨 这是我知道的 这也是我和她展开这个话题的原因 如烟说 你是在金融公司工作的 柳如烟的妈妈问道 嗯 是的 我笑着点头 你帮忙看看我这几个股票 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持有 这段时间 已经赔了二十多个点了 柳如烟妈妈忧心忡忡地拿出手机 点开软件让我瞧 几十万的资金 这大概是柳如烟家的棺材本了 我看了一下这几个股票了 装作很专业的样子 根据这交易量和换手率 我推断这是主力出货 这几个股票 最起码还要调整两个月 啊 你说的是真的吗 咱们都是家人 我骗你干嘛 上市公司我们都会实地调研的 一些油资和主力 也会和我们定期沟通 更不用说 我们掌握的那些一手消息了 柳如烟的妈妈眼睛猛地一亮 你知道什么内幕消息吗 我假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内幕消息倒是有 可是我签了保密协议的 一旦被查 我饭碗就保不住了 放心吧 不会的 他们再怎么查 也查不到我们的头上 柳如烟的妈妈说道 嗯 内幕消息倒是有一个 诺 我找找看 你看 就是这个股票 近期将会启动 成为一个大妖股 啊 这个股票都3的了 马上要退市了 垃圾股 搞不好会血本无归的 柳如烟妈妈有些担心地说道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这家公司 已经完成了债务重组 有大机构介入 很快就会摘帽 到时候 连着涨停一个月不成问题 小伟 你确定这是真的吗 嗯 非常确定 我们一家人 我不会骗您的 你有闲钱可以买点玩玩 多得不敢说 一个月之内 翻倍是没问题的 好 柳如烟的妈妈重重点头 瞧见柳如烟妈妈摩拳擦掌的神情 我心里笑了 这种贪婪的女人 知道了这个所谓的内幕消息 肯定会不留余地的满仓的 这种3的股票 流动性极差 到时候 每天都是一字跌停 你想跑都没机会 只要她上套 棺材本都给她赔光 尤其是 在得知我有1300万之后 她们的欲望 会无限放大 以前的话 三五十万的股票 柳如烟的妈妈 肯定不敢满仓 可是我的1300万 在她看来 已经是她的囊中之物了 区区几十万 赔光也是无所谓的 明天开盘 她绝对会上套 我能做的已经差不多了 贪婪的种子已经在她们的心里埋下 我知道 是时候急流涌退了 时间不早了 您早点休息 我先回家 我起身告别 好的好的 让如烟送送你 我不置可否 不大意会 柳如烟出现在我的面前 柳如烟换衣服了 换上了性感的黑丝短裙高跟鞋 柳如烟身材很好 外貌出众 精心打扮后 亭亭玉立 宛如女神 即便是我 瞧见柳如烟 都有一丝的恍惚 很美 应该也很润 这一点我马上就能知道 我送送你 柳如烟亲密无比地挽住了我的胳膊 当柳如烟靠近之后 我闻到了她身上好闻的味道 这个女人 还刻意喷了香水 今晚 估计还有好事发生 我装作若无其事 正常和柳如烟一起离开 来到我的出租屋 柳如烟像我预料的一样 死活要去我的家里喝杯水 我邀请柳如烟上楼 进屋 关门 柳如烟二话不说 一把抱住我 直接吻了上来 别 别这样 我们还没有结婚 我推辞道 我愿意 我们已经订婚了 没什么 我想要把我交给你 你都这样说了 我还能怎么办 我只能一把抱起柳如烟 进入卧室 就当是舔狗多年 收取的利息吧 一直折腾到凌晨 我这才告一段落 抱着柳如烟 心满意足地沉沉睡去 第二天 我醒来后 看着身边的人 柳如烟有些娇称地 蜷缩在我的怀中 柔声道 你昨晚好厉害 让人家下床都费劲 放心 以后我会好好补偿你的 嗯 一台宝马 可以吗 哎呀 老公你真好 柳如烟媚眼如丝 看了我一眼 我躺在床上 瞧着钻在被窝里面忙碌的柳如烟 感觉这一切就像是一个美梦 美梦 终究是要醒来的 后续的事情 也要开始着手处理了 我心满意足地起来 穿了一件衬衫 倒了一杯咖啡 柳如烟小鸟一人地从后抱住我 我假装不小心 咖啡直接洒了一身 哎呀 老公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柳如烟慌忙道歉 没事 洗洗就好 我脱掉衣服 递给柳如烟 去帮我洗了 好的老公 柳如烟把衣服丢到洗衣机里 按动清洗按钮 洗衣机开始有规律地转动起来 听着温温温的声音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这一场闹剧要面临大结局了 属于我的美梦 也要醒来了 因为那张一千三百万的彩票 早就被我提前丢到了洗衣机里面 老公 我们赶紧去领奖吧 柳如烟温柔地说道 好呀 我穿好衣服 整理一遍 准备出门的时候 猛地一抹裤兜 假装面色一变 糟糕 怎么了 我的彩票呢 柳如烟慌了 你放哪里了 你好好想想 我放裤兜了 对了 我不放心 昨天放衬衣口袋了 衬衣 坏了 衬衣 柳如烟翘脸刷白 猛地冲到了洗衣机前面 关掉洗衣机 疯了一样捞出衬衣 掏了掏衣服都 没有找到彩票 他又伸手在洗衣机里面捞了起来 努力好久 终于找到了彩票 可惜 这张彩票 此时已经被洗烂 七零八岁 上面的字迹 也彻底模糊 没办法对讲了 完了 完了 我假装出痛心疾首的模样 把挤压好久的愤怒 全部发泄了出来 狠狠一耳光 打在了柳如烟的脸上 你这个扫把心 我的彩票 我的一千三百万 我碰着彩票 痛苦哀嚎 柳如烟整个人都被打懵了 他也软绵绵地瘫软在了地上 此时电话铃响起 柳如烟接通 是他妈妈 如烟 你们去对讲了没 哎哟 了不得 我把我和你爸的棺材本 都投资股市买股票 进去就被活埋了 一字跌停 跑都跑不掉 赶紧对讲 让小伟帮帮忙 你买了多少 所有积蓄都投了 五十多万 柳如烟快哭了 妈 彩票无法对讲了 我 洗衣服洗碎掉了 什么 完了完了 你弟弟昨天亡赌 输了几十万 我炒股又投资几十万 我们全靠彩票才能活呀 彩票作废 我们全家都完了 柳如烟颓然挂掉电话 失魂落魄 一周后 我和柳如烟正式分手 形同路人 没有了彩票 他们自然是看不上我的 不可能和我继续 当然 因为把彩票洗碎的人 是柳如烟 他们于心有愧 分手时候 也没有过分为难我 双方好聚好散 柳如烟也没有过分纠缠 终于清静了 我心满意足 开始上班 至于柳如烟 和他弟弟母亲 几十万近百万的负债 那一地鸡毛的烂摊子 我就爱莫能住了 贪婪 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全文完 就要付出代价格 就要付出代价格